三大舰队已无法满足需求 如果组建第四舰队注定在哪最合适 我国海岸线绵长 临海广阔 海军力量至关重要 随着战略调整 组建第四舰队的可能性大增 以强化海上防御和应对能力 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 劳烦您点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给个霸气鼓励 谢谢 目前我国共有三大舰队 分别是组建于1955年的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 以及1960年的北海舰队 其中南海舰队驻地位于广东省湛江市 湛江位于广东省西南的雷州半岛 它与海南岛隔穷州海峡相望 北一北部湾 东侧面向南海 自古便是南方的重要海港 湛江不仅地理位置独特 其战略价值也极高 为巩固我国在南海海域的权益 我国在2014年启动了填海造陆工程 成功打造了八大人工岛 包括永兴岛 珠碧岛 美济岛等 它们如同南海的明珠 熠熠升辉 永兴岛作为南海上的战略中心 与珠碧 美济 永蜀等岛屿 形成稳固的防线 使得舰队防御范围 直抵南海十段线 这些人工岛不仅展现了我国的海洋实力 更成为维护南海安全的重要支点 东海舰队基地 扎根浙江宁波 坐拥长江三角洲的优势地理位置 宁波北街北部湾 南陵三盟湾 东宾东海 由舟山群岛作为天然屏障 其曲折的海岸线 与深入内陆的海湾 构筑了极佳的隐蔽性 成为军舰的理想港湾 宁波还位于中国海岸线终点 不仅是南北沿海与东西长江经济带的交汇要地 更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附近地带 其经济战略地位显著 特别是宁波港 自古便是繁华的贸易口岸 如今拥有众多深水博位 与国内外数百个港口紧密相连 对内 它连接着我国的中西部 对外则是与全球多个国家畅同无阻 彰显其卓越的交通与贸易优势 此外 东海舰队在上海 杭州等地均设有注定 形成了坚实的防线 虽被戏称为三无舰队 却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 与南海舰队协同作战 不仅捍卫了东部海域的安全 更为南海海域构筑一道坚实的屏障 成为国家海洋安全的坚强后盾 北海舰队驻扎山东省青岛市 青岛港辽阔 水域达420平方公里 拥有世界级巨型码头 接纳全球最大邮轮 与全球180国700余港口连同 构筑国际物流枢纽 位于黄海之宾 不仅辐射全国 更是鲁西南鲁西北 及交通半岛的物流中心 彰显其战略要地的重要地位 北海舰队虽然建于1960年 但其实力卓越 拥有包括航空母舰 驱逐舰 护卫舰在内的多种现代化战舰 以及先进的舰载机和潜艇部队 其前身可追溯至 吕顺和青岛的海军基地 自组舰以来 一直肩负着保卫京都海上安全的重任 舰队在旅顺 葫芦岛 危海等地设有基地 构筑了坚实的防线 其防务范围覆盖 博州湾和黄海北部 确保首都北京的海上安全无余 作为国家的海上利益 北海舰队 以其强大的实力和坚定的信念 维护海上和平与稳定 二 第四舰队建在南沙群岛的战略价值 位于我国南海海域最南端的南沙群岛 所属海南省三沙市的管辖范围 南沙群岛不仅是我国岛屿数量最多的群岛 也是分布范围最广的 它周围的国家 有菲律宾 马来西亚 与越南等国家 它处于越南与菲律宾 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基地之间 还是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 连接东亚与南亚 欧洲 非洲 是全球航运重要节点 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 以及保卫我国南疆安全的重要地区 将南沙群岛作为建设第四舰队的驻地 在岛屿上构建基础设施 不仅扩大舰队活动领域 更成为远航舰队的补给中心 提升整体作战能力 南沙群岛还用矿产资源丰富 与战略地位显著 长期成为邻国际遇之地 构建我国第四大舰队 不仅强化对南海海域的守护 更彰显了我国坚决汉外领土的决心 有效威慑了潜在威胁 确保了国家权益的稳固 三 第四舰队建在台湾省 有何战略价值 台湾省不仅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更是国际战略棋局上的重要棋子 它坐落在东海 南海和太平洋的交汇处 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赋予了我国海军难以估量的战略价值 如果我国的第四舰队能在此地驻扎 无意将如虎添翼 我国海军的威势将更加凛然 从地理位置上看 台湾省向东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 为我国海军的巡航与战斗提供广阔舞台 向西 坚实的陆地是我们的后盾 它与大陆紧密相连 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海上防线 这也不仅能够突破美国第一岛链的封锁 更能扩大我国海军的航行范围 增强国际影响力 在这片海域上 台湾海峡 澎湖列岛 金门与东沙群岛等战略要地 兴落了起步 都是我国海域上重要的战略地点 为我国的海军舰队提供了丰富的战略选择 同时 这类海洋资源丰富 为舰队的长期驻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台湾省拥有各大港口 如高雄 基隆 台中与花莲等 其基础设施完善 深水区域广阔 成为舰队停靠与隐蔽的理想之地 而台湾省的地形条件更是得天赌厚 中央山脉如巨龙蜿蜒 高山密林 如同天然屏障 为海军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场所 在这些复杂的地形的掩护下 海军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隐蔽行动 实施突然袭击 提高作战的成功率 天然屏障还能有效 藏匿雷达系统等关键设施 增强作战区域的掌控能力 确保舰队的安全与顺利行动